歡迎大家來到米高電玩大本營,我是Michael 死亡細胞是一款融合 Rogue Lights 和雷銀河戰士的遊戲作品 這款 2018 年推出的遊戲由 Motion Train 團隊開發 期間推出了一款免費和三款付費的 DLC 而今次製作團隊更向惡魔城來一個終極致敬 找了 Konami 授權,推出第五款 DLC 重返惡魔城 而 Steam 今次亦有做特價 最划算的方法就是一次過買齊主程式和四款DLC 雖然這款遊戲有進到 Xbox Game Pass 但就跟其他遊戲一樣不會連DLC 而我因為 Game Pass 玩過後覺得非常之正 所以就趁這次機會一口氣買齊 Game 和 DLC 所以亦都證明了,只要遊戲有持續更新 Xbox Game Pass 絕對是推廣遊戲最好的方式 究竟這款重返惡魔城 DLC 又能否終實重現惡魔城的魅力呢? 講以下內容之前希望大家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 and Share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麥高電玩大本仍需要有你的支持 雖然這款 DLC 是以惡魔城為主題 但遊戲仍然以Vokelet 為主的玩法 角色死亡之後所有物品都會歸零 包括你收集到的武器 以及在戰鬥途中為角色升級的數值 一旦死亡就會恢復初始的狀態 但在基地內用細胞解鎖的物品就會永久保留 而角色死亡之後遊戲進度亦會重置 要從頭由第一關開始玩過 另外版圖的地形、道具、敵人的種類都會有機率出現變化 雖然聽起來十分之嚴苛 但惡魔城本來都不是一款易玩的作品 所以很容易理解為何製作團隊向Konami提出這個方案 就一口答應了 而當玩家初次買了這款遊戲的連同 DLC 之後 第一次進入這遊戲時,問題就來 究竟要怎樣打開這款DLC呢? 原來玩家要至少經歷三次死亡 才能夠達到進入DLC的條件 玩家進入第二次死亡時 會看到一堆紅色蝙蝠 而到達第三次時 玩家將會在關卡的某個位置 遇到惡魔城血之良湖的主角 尼希達·布爾蒙特 而得到他的指引之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條樓梯 就是通往惡魔城的門口 惡魔城的魅力除了置身的玩法和版圖設計之外 氣氛濃厚的背景音樂亦為人進進落度 而今次DLC亦收入多達51首 由惡魔城原創曲目組成的替代原聲大 玩家亦將有機會使用惡魔城的角色進行遊戲 還可以使用經典道具 例如斧頭、聖水等作攻擊 但在惡魔城DLC開始時 是比較難得到比較似仰的武器 而且敵人亦不算弱 導致大大降低生存的能力 所以我建議大家 先集齊所有的主武器和副武器 然後才去DLC是比較好的 因為在死亡細胞這遊戲中 武器是相當多樣化 能不能擁有好的武器 就像天堂與地獄的分別一樣 運氣好的話 讓你拿到好的武器和組合 還會大大降低遊戲的難度 我們可以看到武器的描述 第一行就是基礎傷害 第二行就是道具的固有屬性 第三行就是隨機申請的屬性效果 可以說是相當有Diablo的風格 除了戰鬥時有機率掉落武器之外 更多時候 就在地圖肉眼可見的地方 直接獲得這件武器 例如這些巨型的補箱 另外關卡圖中會出現商人賣物 不過一般價格比較高 另外有些需要錢才打開的門 能得到一些特別的武器 而打流落時 用兵屬性凍結敵人再攻擊 幾乎大部分時間都適合 但要留意這招對BOS起不到任何作用 另外切肉機也是相當好用 好處就是你不需要直接跟敵人火拼 只要你在附近 他就會自動幫你打 尤其是打BOS時難度比較高 拉鋸箭時非常需要用到 所以建議無論如何都要擺一個旁身 不過由於角色開始時 只有四個武器難為 所以玩家經常面對道具取捨的問題 同時又需要配搭出有效率的打法 這點是需要不斷累積經驗才可以做到 角色還可以在遊戲圖中提升能力 一般我們會以體力優先 如果跟戰為主 可以考慮以殘酷的特性升級 而每關的基地中 我們可以用一種名為細胞的貨幣 來解鎖物品 在解鎖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一支血瓶 然後就可以解鎖其他道具 我在這裏 用小量細胞解鎖金幣欄之後 就開始打算解鎖第二支血瓶 雖然有點難度 但唯有給點耐性 因為在遊戲中 很少機率會出現食物 另外每個關的時候 就會給你機會補滿一次血 然後玩家雖然可以選擇 變異效果通靈術來開啟吸收血量的能力 不過就加得非常少 建議可以暫時不用管 總括來說 死亡細胞這款遊戲 我個人認為節奏相當之明快 而在重返惡魔城裏 只要聽到熟悉的音樂和氣氛 就已經相當之感動 而且今次DLC的地圖亦十分之大 確實是凸顯了城堡的宏偉 而探索元素亦相當之多 更會找到一些人物來協助你 例如這隻可愛的貓仔 不過由於角色一旦死亡 總要由第一關開始玩過 所以更加考驗玩家的攻擊方式和技巧 遊戲中每次角色死亡重生時 都有可能撿到更加強的武器和道具 令到遊戲每次玩時都有不一樣的感覺 令到玩家每次戰敗時 都希望再嘗試一次 然後又一次 我認為這款遊戲的機制 簡直是會令人上癮 死亡細胞重返惡魔城 無疑是一款讓大家入門這款遊戲最好的途徑 而且遊戲內容經理了這幾年的更新 內容亦都變得更加充實 相信買了這套遊戲的玩家 絕對是會覺得物超所值 如果你不怕失敗 又喜歡磨練自己的技巧 就不要錯過了 今集就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有用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記得按鈴鐺 以便一有新片系統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遊戲消息